大家好,到了春季之后 这个昙花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大家看过这一盆的话 虽然它的品相不是太好 但是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这些新的叶子一片一片的哭哭噜的往外冒 那么在春季应该怎样去养这个昙花 才能够让它把这些新的叶片快速的冒出来呢 因为昙花它的叶片要长到一定的老化程度才会开花的 而五六月份又到了这个昙花的花期 所以现在如何让它更快的把新芽冒出来吐出来 才是一个正经的事情 想要昙花更快的生长 让它把这些新的叶子长出来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给它多晒一些太阳 因为它也是一个新人长科的植物 所以在现在要把它挪到室外去给它晒一晒太阳 第二个就是浇水方面要给它浇多一些 昙花在现在给它多浇一些水 能够提升它的生长活性 让它更快的把这些叶子长出来 最好呢是能够把它搬到室外去给它淋一下雨水 能够促进它这些新叶子的生长 现在呢叶子长得非常的快 最后一个要及时的给它补肥了 糖花在生长期间呢对于肥料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 别看它属于仙人长科的植物 但是呢它的需肥量和仙人长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在现在每隔七天左右给它浇一次 1比1000左右的一个花多多一号 把它对水稀释之后往它的花盆里面浇 每隔七天就要给它来上那么一次 就能够让它这些新芽快速的生长了 花多多是蛋淋甲均衡的一种养分 而且呢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也比较多 能够给糖花补充到各方面全方位的营养元素 想要糖花在春季生芽的速度更快的话 一定要注意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些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